哈喽大家好 我是维哥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 看下盾三的盾能不能抵挡千斤万马 首先我们来看双方的阵容 这边阿柯 阿柯被我换的超级兵给掩埋了 我我这边感觉就像盾三忽略着 那个忽化的几个小兵 我们再看我的出装 全是输出装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盾三 能否挡住这个千斤万马的小兵 开始了啊 准备开始走你 开始阵牌 我们可以听这个弹小兵的声音 是不是挺好听的 叮当叮当叮的那种 叮当叮的声音是吧 挺好玩的啊 这个时候只有打小兵才是这种声音 而且是特别多的小兵情况下 这个这个时候 这一把我是开了无敌 所以说 暂时是打不死我的 等下我们这个盾牌过去之后 我们把这个无敌关闭啊 刚才开了无敌 我们把无敌关闭 哎呀 我们再能不能再挡住 这么多千斤万马的炮兵 还有这种猛攻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盾牌其实并不是无敌的 这个小兵有的时候 他们的炮 子弹伤害可能还是会穿透啊 我们听到 识便一下 然后这个盾牌就去了一半的级 而且有一些小兵不听话 被漏掉 然后我们就看大招 大招开完之后 大招开的瞬间是 已经示范了那一瞬间固定的时候啊 实在是无敌的 但是一旦到期间了 那个退出来了 我们马上就变费了 这个盾牌的力量 这个盾啊 持盾 被一群炮兵打死了 我们接着再看一下 这个这个盾 你打 嘟嘟嘟嘟嘟 就一直往前冲 他这个盾牌只能挡前面了 挡不住后面 是吧 往前冲一下后面的 那个时候 怎么一场的程度 接着我们再看我说出啊 全输出砖的那个盾牌 打小兵的波团 其实这个盾牌 打小兵的 那个生效也是挺好 所以感觉又像 像捶一捶什么东西的 那种感觉啊 一下一下 以后一下 关一关 就开关了 而且他不是 他一次性不是打一个小兵 是打一群小兵 所以说盾三的攻击也是挺强的啊 在和超级兵比一下是不是 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兵 好 那么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订阅 其实看来盾三的盾 还是不能阻挡那个千军万马的炮兵啊 那我们下集 你卡路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卡路卡路里 我的天地 人生我的卡路里 拜拜 天天圈 蜆蜆蜆蜂方便便 红红蜜蜜蜂大盘起